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报道真相 真边实壁 需要勇气 更需要您的支持 金融时报19日分析 习近平在去年20大中共高层人事部局中 晋升不少拥有军工背景的人 反映习近平的中国军工复合体梦想 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曾指出 军工系成了中共政权中新的实力 这说明习近平心里想着一件大事 就是准备打仗 要跟美国开战 跟台湾开战 所以把军工系大量调上去 就是为了这个布局 由此可见 习近平的野心很大 中共在去年的20大党代会上 有5名具有军工背景的官员被提拔进入政治局 这5名官员被外界称为军工五人帮 他们分别是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等5人 政治局共24名委员 与其他领导人相比 这军工五人帮年龄相对年轻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59.6岁 比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小5岁 对于习近平提拔军工背景的官员 前共军中校参谋姚诚表示 未来的战争是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 那么中共现在要想提高军事化能力 必须把重点放在军事科学上 作为领导层也要懂业务 毫无疑问 习近平就是要打仗 但习近平能不能在5年之内 把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发展到能跟美国抗衡的程度 这个我比较怀疑 原深圳健身教练陈伟杰 今年5月走线来到美国 他表示 他永远不打算回中国去 除非那里没有共产党了 陈伟杰是江西省西渔市奔一线人 自幼母亲去世 他上学读到初中就去摆摊 在火车上叫卖 自己挣到钱后又去读了中专 他记得小时候 1988年 叔叔家里被躲避计划生育 寄生伴的人过来把他们家一栋漂亮的土砖新房拆掉了 那是他父亲和叔叔两家出资一起建的房子 被拆掉了一半 他家养的猪也被政府抓走了 小时候 他的父亲请师傅教他武术 陈伟杰也喜欢健身 2018年 他从广西南宁到深圳做健身教练 有机会去香港上康复课 教人如何健身 2019年 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 陈伟杰每周去香港一天 只要碰到维员集会或九龙集会 他就会参加 他告诉记者 我看到香港真正的自由 民主 有法治 我感觉这几十年好像是白活了 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像我们国内宣传的那样 香港反送中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我只要听到愿荣光归香港就会流眼泪 2020年1月 陈伟杰回到江西 在新渔市跟朋友合伙开了酒店 结果因为疫情崩控 全亏了 去年8月 他只好到广西贺州一家公司做维修工 不幸 在电焊时从高空坠落 送ICU抢救了15天 右大腿骨上端 本碎性骨折 他还没完全康复 就被强制出院 他主着拐杖维权 最后公司老板才答应一次性赔偿他18万 今年4月 陈伟杰拿到钱后就准备走线去美国 他听从朋友的建议 从深圳飞到北京 再从北京飞到土耳其 再飞到厄瓜多尔基多 一般认为到了基多 走线才算成功了大半 接下来 他将穿越巴拿马热带雨林 经过哥斯达利加 洪都拉斯 瓜地马拉 一路到墨西哥 他说 巴达马雨林里面真的好危险 70多公里我差点没走出来 因为我的腿里面有钢板螺丝和钢姿 走久了很疼 过雨林的时候 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走不动了 花钱叫四个人抬出去的 还有一个人被毒蛇咬了 还有的被野猪拱了 一路上 他们遇到了各种危险 有一次 他们包车前往弹民营 结果被人骗了 车开了不久 司机就让他们下来自己走 他们穿着拖鞋 打着赤脚走了几十公里 脚上打了七八个大雪炮 脚趾头都走破了 在洪托拉斯坐船很危险 有一条船30个人 结果船翻了 因为是偷渡 那个舌头也不敢去求救 有20个人掉在水里了 最危险的是墨西哥 一路上会被黑社会黑帮搜身 钱藏到任何地方都可能被搜出来 他们有时就把钱藏到一些本地人的身上 在墨西哥 他们给了黑帮600美元 黑帮用枪护送他们到了美国边境 陈伟杰说 美国虽然不是天堂 但我逃离的地方一定是地狱 现在共产党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我一定能看到他灭亡 布林肯周一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他是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访华的最高级别官员 布林肯与秦刚的会谈持续了七个多小时 而与习近平的会见只有35分钟 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认为 这说明双方要谈的实质性问题 在秦刚这个层面已经搞定了 包括和王毅的会谈 都说明双方没有谈崩 所以习近平最后才象征性的会见一下 美国国务卿访华要与中共党魁见面会谈 这基本上是中文外交的惯例 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 蓬佩奥第二次访华 习近平没见他 只要双方在前面的会谈中 没有到破口大骂的程度 习近平都会见一见 中共的外交系统一向奉行 外交无小事的原则 所以就特别喜欢在一些 肢结细节问题上做手脚 14年前 中共接待希拉里访华 不但飞机悬梯铺了红地毯 在地面上也铺了一块红地毯 2018年蓬佩奥访华 悬梯上依然铺了红地毯 但地面上那块红地毯没了 而这次中共接待布林肯 眼间的民众发现 机场上不仅没有铺红地毯 脚底下还专门画了几条笔直的红线 等于给莱克一个下马威 似乎在提醒对方 接下来该怎么做 不过布林肯没有理会这个茬 大踏步就踩了上去 这个画面在推特上热传 这个细节其实已经很形象地展示了 当前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共总想自以为是的给美国划红线 而美国总是不在乎 布林肯会后受访时透露 此次访华他最希望协商并达成的事项 就是恢复双边军事之间的对话机制 但被中共拒绝了 近期美中险些发生军事摩擦 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拦截 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舰中云号 中共军机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军侦察机 迫使其改航 近日又爆出中共在古巴舰间谍战等事件 让美中关系持续恶化 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认为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将使台海紧张情势升高 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增 中美大战或提前爆发 为什么习近平拒绝恢复最主要的 中美军事对话机制呢 唐靖远认为 这背后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美国制裁 而且美国拒绝取消制裁 这让习近平有点下不来台 另一个因素呢 就是台海问题的最核心是军事对抗 习近平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 被清晰化限制住 所以他希望保留这个领域的模糊化 这样他才有弹性操作 甚至实施军事讹诈的空间 李强周一抵达德国 开启他上任总理以来的首次出访 李强呼吁让德国企业 而不是德国政府做出去风险的决定 评论人士认为 中共紧紧地抓住西方商务 希望由商人反过来影响政府 去风险是上个月 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提出的概念 G7成员国希望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 将中共从具有潜在军事应用的高科技供应链中剥离出来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 经济再坏下去 中共政权可能都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李强希望和欧洲继续合作 周一下午 李强在与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时说 企业对风险的感受最直接最敏锐 知道如何规避和应对 所以应该把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 西门子、大众汽车、分池、宝马等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谈 中共正在加勤努力拉拢各国商界领袖 习近平上周告诉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 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在于民间 上个月 中共高规国接待了特斯拉公司老板马斯克 然而 就在李强访问德国之际 德国情报机构却发布报告指出 中共的经济和科学间谍是德国的最大威胁 报告指出 德国2022年成为中共在欧洲最重要的投资国之一 然而这种投资也为中共影响德国政府和间谍活动打开了大门 可能对德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尽管德国每年都会发布这类评估报告 然而今年的报告措辞更加严厉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评估报告的出炉正值李强和舒尔茨会面当天 李强正在试图说服德国政府加大中德合作 对李强来说 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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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